基隆市的公共交通 在 市长在车上 市长跟起的 谢谢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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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市长在车上 谢谢 一大清早天还没亮 基隆市长谢国良 交通处长王震宏 市议员林沛祥 何淑平及韩世玉 和大都会客运总经理李建文 一起搭乘体验2088B路线的首班车 关心通勤状况 而搭乘民众也对新辟路线给予肯定 并且建议能增加班次 很方便 怎么说呢 因为之前我们搭要到三下 那个市场那边去 对 然后还有时间上面 因为上班时间跟那个上学时间 如果有一些是要在外县市的话 比如说像台北市的话 那时间上面比较好配合 对 我现在找来看看 对对 只是说我看那去你想像只有 只有这一班的一天怎样 对对对 如果说将来有机会的话 可能就是说可以在班次上面多密集一点 我都叫我妈帮我带我载到三海关那边 所以有这班车是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2088B路线起点从调和街的优活台北村社区沿途经过美的世界大香港 目前市营运阶段全天共有两个班次 分别为早上六点半从基隆的优活台北村社区发车到台北市府转运站 晚上六点则从台北市府转运站开回基隆的深澳坑地区 现在可以有一个2088B从调和街开始加会深澳坑地区的民众 让大家可以在通勤的时候更为方便 谢谢我们2088首都大客营的业者愿意就是在我们每一天 从12月1号开始每天早上的六点半到晚上六点各征一班 那在这里呢也期许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开始 那未来能够就是在六点四十五七点七点十五七点半的时候 能够在各征一班在这个车辆以及司机允许之下 这是这个时段呢更是我们通学通勤族的一个需求 那也谢谢我们市长以及交通处全力的帮忙 谢谢 我们八年来呢都在这个争取喔 那有关2088B线喔 那现在呢我们一年内呢 那感谢我们谢国阳市府团队 那以及呢配奖一座还有淑品一座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呢 那终于把这条路线喔 那等于说呢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后续呢 要补足呢等于说我们上班族通勤族 大家的需求 那也鼓励大家 一定要多多的利用这个班次喔 那好好的利用它 然后上班通勤来做一个使用 谢谢 这条2088B从桃和街开始 经过深奥坑地区 经过美的世界大香港 然后再直接到台北市府 台北市府转运站的2088B公车 这是上一届配奖就跟江建玉前一座 还有韩世玉一座一起 极力争取的一条公车 那在这边先感谢国阳市长 也肯定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 好不忍望一丈这件事情 能够好好成功 那在接下来 希望我们的民众 能够多多使用 让这班 让这个车子能够搬搬客嘛 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这会是我们基隆市 一个通勤的典范 会变成属于我们基隆市的类 通勤公车 让我们在上班下班的时候 能够早点上班安心回家 事半第一天清晨六点多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体验搭乘 关心通勤民众的需求 市长说 这个新路线是地方民代长期反应 感谢客运业者协助新P2088B县 相信将造福深澳坑地区的通勤民众 呼吁市民朋友多多来搭乘 让路线能够正常营运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 开启市长